调解员胡建云建议进入密室调解 密室里观察员朱永卓 首先问到了宅基地和老人赡养的问题 首先是宅基地 你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现在 现在解决了 没有什么呢 就是已经改成你的名字了 改成我的名字了 老人这块呢 老人现在还是他们自己过 自己可以照料 还是自己住 自己可以照料 那你现在是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呢 还是 对 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还是在外面 他还是在外面 贺先生说 他和妻子已经分居了好几年 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这次来到新派调解 他还是想为这段婚姻 做最后一次努力 说实话 不管他多强势 在心上好 孩子不想走这一步 他还丢人 五十多岁要去离婚 他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我就是软弱 我这个胆小怕事 一直忍让 咱就的心太软了 所以过到这段 一次是妥协 一次是妥协 贺先生解释说 妻子虽然强势 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为了这个家 妻子也付出了很多 所有这些 他都记在心里 你生病的时候 他确确实实过去照顾你了 确实 确实 照顾你了 对 照顾你 然后咱们说 说明做的还可以 可以啊 我也说他骂我 我都是忍了 我说最起码在那生病的时候 咱们实话实说 他的好你也能看得到 确实是 也有一点强处吧 也不能说 没有一点强处 我们走不下去了 贺先生希望妻子 能够有所改变 他告诉观察员朱永卓 今天来调解 他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若是妻子李女士 坚决要分开 他也会欣然接受 他是老实人 老实人过不好 现在我的学末都习惯了 他给我过不过 无所谓的事 如果分开以后 哎呀 个子过好吧 个子过好 当然好的方向是最好的 好的方向我有点挨骂 当然如果改的话呢 您可能要有一些担当 这样我们不生气就行 密室里 李女士告诉观察员武运 她也知道自己性格上的强势 因为她常年在外谋生 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丈夫胆小怕事 她不得不表现得强势一些 就是因为她一个人的不作为 所以造成所有人的苦难 但是说她没说是我强势也好 不管怎样也好 我全部都认 我的强势也是被她逼迫的 我理解 我还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你打算怎么安排 比如说你有什么一些想法和规划 我肯定我要调整我自己 就像假如我老公那样的性格 你就再改造改造不了 你说你爱我 你对我的所有的都是伤害 我没有爱过你 我对你的所有的都帮助了 你们的 李女士说 丈夫不维护自己 大家庭里几乎人人都排斥自己 她现在只想尽快结束这档婚姻 我们两个是解除婚姻是必须的 假如我们解除婚姻了 我是什么也没有走 就一个那个在家里的那个房子 争得这么厉害 是没有意义 争得这么厉害 我就不争人家要说我争了怎么样 所以说我就不要 我什么财产我也不要 今天就是调解之后 然后就是各走各的 我他走他的我走我的 我个人觉得就即便要分手 咱们也有一个良好的态度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再去过多的去指责 可以可以 比如说认可对方的付出 也表达出自己可能曾经 有一些情绪上的过激等等 不管所有老师对我的批评 不管是对也好错也好 都是为我们好 李女士表示 经过今天的调解 她开始意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她会好好考虑观察员武运提出的建议 过好今后的日子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 双方回到调解现场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